大家好,我是小宇,欢迎来到冰凤娱乐宿,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冰凤娱乐现在开手。 在综艺《青春寒游记2》当中,周深与贾玲,范晨晨,杨迪,朗朗一起做常驻嘉宾,集集节目下来,他们五个人真正的成为了朋友,周深说,我也很喜欢大家,但是我又害怕自己太喜欢大家了,然后小委屈的表情,眼圈红红的,贾玲在节目中一直都是幽默暖心的姐姐,随时抚慰大家的心灵,她立刻说,周深啊,我就是不管你有多喜欢我,我都不会让你失望的,千万别怕喜欢我们。 周深没有再说什么,但是眼神中满满的感动。2015年,周深出灯《中国好声音》准备上台,就听到旁边的观众说,啊,长这个样子,她会唱歌吗? 本来做敏感侧弱的周深无疑很受伤,但是她完美地演绎了欢言。虽然身怀天赖之音,周深在那一期的好声音却沉寂平平,之后蒙面唱将摄入人心,流淌的歌声歌手《我们的歌》一系列歌唱节目出镜,让她用要凉三日的声音折服了大众。 但我始终看到,周深在所有的节目当中的谦逊有余,自信不足,不但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甚至看不到发色内心的喜悦,反而是在不用唱歌的《青春环游记》当中打开了心扉,活出了真实的自己。 为什么呢?第一,在擅长的领域被人肯定,并不稀奇,在不擅长的领域受人呵护才是深刻的关爱。 约评人武周同曾经高度评价周深,说他让消失很久的新音派又有了新的传人。 90年代有齐玉王妃和朱哲琴,他期待了很久能够有人把新音派传承下来。 他觉得周深可以,连孤傲的高晓松都曾经不遗余力地夸奖周深,但这些并没有让周深完全找回自信,勇敢地敞开心门。 《青春环游记》大概是周深全程参与的第一档综艺节目。 他并不擅长综艺咖必备的甩梗和搞笑,性格内向生怕讲错话,还特别害羞。 但是他的节目中,无论是认不出女明星,还是舞蹈动作不协调,都被其他小伙伴幽默地打圆场。 尤其感人的是,在周深要跟一个1米9的摄影师玩捡到指头布的时候, 贾琳儿怕她因为个子矮,气势被压倒,就主动地从后面暴击她来玩,那个场面既搞笑又温馨。 连最致命的个子矮都被同伴们保护着。 第二,不要要尝试变得开心,她努力显得开心,反而阻止自己变快乐。 在美国心理学教授赛格斯特伦的《打破莫非定律》一书当中有一项实验,说明,想要通过听音乐增加幸福感的前提是, 一,没有试图让自己开心起来,二,不去记录自己有多开心。 当一个人不断尝试让自己快乐起来,并且努力地感知自己有没有快乐的时候,她正在阻止自己变得快乐。 快乐是一种自然的流淌,是与喜欢的人做有趣的事的时候,发自内心的投入和感动。 周深正是在这档节目当中放下显得开心的想法,融入集体的欢乐,反而有很多的温情时刻。 第三,作为防御性悲观主义者,周深其实是乐观的。 在《打破莫非定律》的这本书当中,作者认为大多数人是乐观主义者,有些人是预测不好的事情会发生,是为了激励自己战胜困难。 这些人被称为是防御性悲观主义者,但他们本质却是乐观主义者。 周深正是这样的人,他觉得自己并非天生讨人喜欢,会担心得罪别人,但进入到娱乐圈发展,他并没有放弃敞开自己,敢于突破性格, 融入到复杂多变的人际关系,他只是带着悲观的预期,朝着积极的目标不断的努力。 在《收官》的那一期里面周深说,我的成长就是打开心扉,你就说这个节目很奇怪,它让你不由自主地去把自己挖出来给大家看。 就这个节目我会觉得很特别,很神奇。 在其他的节目也会有这么一个温情时刻,你会觉得你怎么说都是觉得很奇怪,但只有我们五个人坐在一起,你就会觉得好像说什么都不矫情。 结一觉得啊,这个世界很复杂,人心有时候是难以猜测的,但是永远都不要害怕做真实的自己。 只有允许你本来的样子才是真正关爱你的人,从妈妈人海中发现他们是一件幸福的事。 不得不承认周深真的是什么风格都能够驾驭,在七夕佳节发布的这首新曲子,简直是深入人心。 对这首歌曲感兴趣的朋友还在犹豫什么?要不要考虑拿起你们的手机一起来收听一下呢? 在收听完毕之后你应该就会明白了,为什么有些人会说,周深的新歌是自己在七夕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了。 温馨提示,周深其他歌曲也非常值得一听哦。 《青春华游记》二收官,收视爆棚,网播量翻倍,周深甲铃功不可没。 同时第二季的《青春华游记》也实现了口碑上的逆袭。 第一季的节目在豆瓣只获得了5.4分的成绩,而第二季直接拿下了7.2分的好成绩。 同时段的卫视综艺节目能够获得这个7分以上的成绩,屈指可数。 显然观众的打分呈现了大家对于这档综艺节目可看性的认可。 《青春华游记》第二季能够有这样的数据和口碑成绩, 主要是得益于导演吴童,确实是可以把烂俗的内容转化为可看的、好笑的内容。 第二季的节目当中存在这样那样的槽点, 甚至于存在各种桥段内容和国外某些综艺节目的类似重复等问题。 但是吴童导演团队把这些已经被人用剩下的内容重新利用节目, 制作成为节目内容依旧存在看点,这是节目组的能耐。 而节目组的能耐背后其实是嘉宾们的高度配合,甚至于是嘉宾们的操场发挥。 第二季的青春华游戏一直被观众电影为是一档户外版本的王牌对王牌。 这种定性精准有力,梧桐导演组的种种游戏编排也是按着王牌对王牌的喜剧露数进行的。 这档综艺最终追求的就是简单好笑, 所以贾琳遇到周深,配合上杨迪就更加容易出现化学反应了。 按理说歌手周深不应该有这么多的笑点才对啊。 然而在多档的综艺节目当中,周深都是表现出了非常不错的喜剧才华, 尤其是现场抓梗的才华。 这可能是和演员自身的心态和成长经历有关系。 一些外向开朗的选手参加真人秀节目, 容易贡献节目编排之外的各种笑点。 比如说周深在这一季的青春华游戏当中可谓是谁也不认识, 梧桐导演组就故意的安排各种看图识别明晰的游戏, 让周深屡次进入到圈套。 结果周深不得不每一次都在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上道歉, 不认识谁,谁就给节目组自觉的宣传一次。 这种简单埋俗的笑点, 虽然被这档综艺节目持续运用且次次有效, 本身就是一个喜剧笑话了。 与此同时不得不说, 《青春环游戏》第二季能够出现这样的成绩, 是贾玲的力往困难。 贾玲善于自我瓦解,自我调侃, 并且可以主控节奏。 这是当下喜剧《女艺人》当中最不可多得的。 得贾玲善,得收视率,断然不是一句空话。 在这一季的节目当中,尤其是贾玲对杨迪, 两个人简直就是现场抓梗的相声演员, 太知道一唱一鹤互相配合了。 贾玲和杨迪的相声式的配合, 节奏明确,但是不油腻。 我们很多相声演员参加真人秀节目, 为抓梗而抓梗,油腻又套路。 反倒是贾玲每一次的笑点设计, 根本就看不出设计的痕迹来, 总是让观众觉得,这是演员自身自带的乐观态度, 是一种本正的生活状态,不是演给谁看的。 如此看来呢,贾玲能顶半边天,断然不是一句空话。 去瓜不停,娱乐不断,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请你给出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费用小铃铛 我们下期节目的节目 solves一团队的生活方式 好